这个属灵家庭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教会的这个 归回到我们的最基本的信仰立场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属灵的家庭 但是我们的第一堂基本上讲的是 改变生命的福音 我们讲到福音什么叫福音 很多人讲福音就是好消息 但是它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很多好消息 不过大家生官发财也是好消息 但是那个不是耶稣基督所传的好消息 所以我们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样什么叫做耶稣所传的福音呢? 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他一定会说 天国进了你们应该悔改 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你们要信耶稣 信耶稣 信耶稣什么 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必须要相信他来得拯救 耶稣告诉我们将来一定会有审判 所以有做坏事的人一定要受到审判 每一个罪人都受到审判 但是主耶稣不要我们受到审判 所以他要我们悔改 所以我们要信耶稣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 把我们拯救出来来承担我们的罪 所以他告诉我们要信他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 当一个人信主之后 他生命必须有改变 很多人信耶稣的人 你会听到一些见证 我个人也听过很多见证 我听过一些戏毒的人悔改 然后信福音之后他改变了 我也听过一些人他是社会党徒 而且信了耶稣之后 他的生命也改变了 我也听过一些是酒鬼也好 是毒鬼也好 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都有改变 信耶稣的人必须有改变 信耶稣的人必须有改变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不能够解释的 当你信耶稣里面已经开始了有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劝大家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生命的改变 那么当你信主之后 你生命开始改变之后呢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越来越像主耶稣 像耶稣就是 耶稣充满了爱 充满了怜悯 他充满了圣洁 他要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所有信主的人 这个也是跟随耶稣 我们要越来越圣洁 不但圣洁同时呢 我们有充满了爱 充满了怜悯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 那么当我们不断地改变的时候 将来我们会越来像耶稣的模样 所以当我们这种改变的时候呢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就是信主的人在一起之后呢 他们开始在学习过 成圣的道路 我们就叫做这个门徒训练 因为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 来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堂 那么我们在讲的时候 主耶稣在讲这个 十喜约翰在路加福音三章八节说 你们要借出果子来 以悔改的心相称 意思说你悔改不是口头讲 这个悔改是要有生命的改变 所以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 你生命必须要有改变 所以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 有必须有改变 你就开始不要过这个世界的生活 你要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你开始遵循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边 主耶稣说 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有遵行我父子义的才能进去 今天有很多人说他们是基督徒 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 属于生命有没有改变 如果你说生命没有改变 你可以说耶稣我叫你主啊主啊 没有用 主耶稣说 如果你叫我主 你就听我的话 我是你的主人 你是仆人 所以你要听主人的话 如果你不听我主人的话 你只称口称我为主人 没有用 我的生命 我的行为证明 我的心是正确的 如果你真的承认耶稣是主 你的行为就会把它当作主 你会听他的话 如果你不听他的话 你讲再教一千次 我的主 我的主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 是的 我们是因信称义 但是你的信心要是真的 如果真的信心 你既然会改变 所以我们是因信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行为是因作有信心才有行为 不是因为有行为才有信心 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基督都不会犯罪 我们不是说所有基督都不会犯罪 我们跟大家很思想过 这是第二堂课的时候提到说 一个人信主之后呢 他就开始过成圣的道路 但是过成圣的道路当中呢 他偶尔会跌倒 我们就要不断地扶持他 不断地长进 所以一生人当中你会发现 不断地跌倒 不断地长进 但是长远来讲到他八十岁九十岁的时候 他会越来越圣洁 作为一个非信徒 当然你信主的时候 那个改变就开始了 那么这个改变不断地在人生中 不断地长进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成圣的道路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 不断地改变 最终的目的就是越来越像主耶稣 所以我们当我们参加信徒 我们继续经历这种改变 结果是参加基督 所以我们第一堂讲到改变生命的福音 第二堂我们讲到 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 那么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 讲到教会 这样我们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信了主之后 你必须要加进教会 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在教会来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 今天很多人常常来教会 但是教会不是圣经里面教导的教会 我们跟大家提到 教会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人 在原文里面基本上就是指神呼召这些人 从世界出来 不要跟世界一样 跟世界出来 成为属神的人 所以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是神呼召出来的人 当信徒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就是教会 不管他是在建筑里面还是建筑外面 他都是一个教会 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之后 他必须要参与教会 而且他必须每周都有常常聚会 所以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 我们跟大家思想过 就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停止关的人 导要彼此劝勉 知道日子尽了更当如此 Hebrews 10 23 or 25 says not neglecting to meet together as is the habit of some but encouraging one another and all the more as you see the day drawing near 所以从使徒训章开始之后 基督徒每一周的星期天 都来聚会 而且是在主日 就是星期天聚会 他们聚会的时候做什么呢 使徒训章二章四十二节 也就告诉我们他们横行 遵守使徒的教训 然后彼此交接 所以这个就是信徒聚在一起的是 就是他们在一起呢 不是讲你喜欢听的东西 不是要鼓励你 不是要激励你 不是要安慰你 不是要你更好的人生 是要神的信息 神的教训 这个就是他们聚集的目的 我们来教会是解释你圣经的意思 我们来教会就是要听神的意思 然后我们要行出来 这个就是教会 起初教会聚集的目的 所以我们跟大家思想 今天的人来教会是为什么呢 有些人来就是要听讲道 听讲道也是不错的 有些人来是为了要得到激励 也不错的 但是有些人来是我要感受好一点 也是对的 有些人来是要让他的心灵 得到一些安心 来安静自己的良心 有些人来是要来教朋友 有些人来是为敬拜 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来教会做什么 很多人来教会是听一堂道 如果你来听一堂道 你在YouTube也可以听 你不用来教会 你如果来要得到激励 你也可以上网 你也可以得到激励 如果你想要听创造训 你也可以得到激励 如果你要感受好一点 我告诉你 圣经里面呢 旧约里面有这个大限之书 跟小限之书 有这个大限之书 有几本 那么小限之书 有十二本 加起来是大部分圣经里面的内容 你去看大小限之书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是责备 今天如果你来到讲台责备 你做我很不高兴 你这样骂我 我告诉你 我讲道不是要骂你 我也不是要你感受 我要讲圣经的话 我们来是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如果圣经这个责备 我们就告诉你神责备 如果圣经给我们应许 我就告诉你大家应许 所以我们不是要讲你要听的话 也不是讲我要听的话 我们讲是神要我们听的话 是的 圣经我们告诉了圣经里面 要我们敬拜 但是敬拜是口头敬拜 还是生命敬拜呢 如果我们受到很好的教导 你就知道敬拜是口头要敬拜神 用语言敬拜神 我们的生命也要用生命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来教会做什么 我们来教会一起敬拜神 我们来教会是一起来受 这个门徒训练 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受教导 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 我们一起来受装备 我们来受教导 我们来成长 我们来彼此服侍 我们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我们来是要预备主的再来 所以基督徒我们聚集的时候 是让我们信了主之后 让我们越来越成长 越像主耶稣 所以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 使我们更好的受到教导 受到训练 懂得如何面对生活 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 所以这个就是教会 最主要的中心就是主耶稣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越来越像主耶稣 这些其实我在复习 这些是过去我们所讲过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我每次想到教会的时候 我就想到主耶稣 给带领我们 不同的人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园 记在一起来敬拜神 你说有可能吗 从人的角度是不可能的 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们有不同的风格 我们有不同的思想 然后我们在一起 我们都不会彼此同意 不会合一的 但是神能够把世界上 不同国家 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的人 聚在一起 让他们同心和意地 来敬拜神 这个是奇迹 当神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这个就是神的荣耀 彰显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 其实启示录给我们看到 一个这样的图画 然后到将来的时候 主说 你看了有许多的人 我们有数不过来 有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的人 都站在羔羊的面前 穿着白衣 说 愿救恩 归于那座宝座 和我们的神 归于羔羊 过去我住在美国 不管你是哪里人 你是非洲人也好 你是中国人也好 你是南美人也好 我们一起谈起福音 我们就好像是一家人 所以这个很奇妙的 为什么能够 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 不同思想的人 如果从人的角度 我们各自自私自利 我们不会彼此同心的 但是应做福音 我们竟然能够在一起 这个很奇妙的 因为从人家的观众 我们都来自不同 背景和文化 我们都很自私 我们只管我们自己 所以怎么能够 一起联合 这是因为这个福音 罗马书十章十章十一节 怎么说 他说 那么你知道过去圣经的教导 犹太人 他们有 弥赛亚 从犹太人来 但是很多人 很多犹太人 他们轻视外邦人 他说 我外邦人是不洁净的 不要跟他们讲话 但是福音一来之后呢 主说 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 或者希拉人 这边希拉人是一个代表性 是所有其他种族的人都好 他们都要合一 为什么他们同意呢 因为只有一位主 加拉太书三章二节 也是这么讲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 或女 都在耶稣里面成为义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 世界上有多么多的战争 有很多的争执 为什么呢 他们为自己想 但是这些人 怎么可能合一呢 只有一个非常奇怪的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位主 因为一个福音 他们能够合一 这个就是神的荣耀 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教会呢 教会是不同种族 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 不同背景的人 聚在一起 来敬拜神 因为我们有同一个主 同一个福音 所以教会呢 是一个集团的 人们 从各种国家 各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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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地团 各种地团 教会不是一个公益社团 很多时候我们有同一个兴趣 我们有同一个想法 我们在一起 不是的 我们因为在一起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主耶稣 所以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神从世界呼召出来的人 所以神从教会呼召出来做什么呢 他们来遵守使徒的教训 使徒从神教导的教训来给我们遵守 所以当我们来教会做什么呢 听神的话 如果你来教会不是讲听到圣经的教导 你就不应该来 我们再讲一次 教会的中心是主耶稣 我们每一个人来教会是学向主耶稣 我跟大家讲 来到在教会的时候 目的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每一个人都像主耶稣的样式来教掌 我们就将每一个人带领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里呢 我们要再强调教会就是属灵的家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 以前我刚信主之后呢 我常常跑去教会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家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家 自己的这个biological family 我们有肉身的家 但是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主当我们信主之后 主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 祂必来带领我们 那么当我们信主之后呢 以福所书二章十八节说 这样你不再做外邦人 不再做客旅 是以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 所以你是家里的人了 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是被建造在 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 使徒跟先知的圣迹上 就是指圣经 当你信主之后呢 你就是神家里的人 你不是孤儿 神把你放在神的家里 在神的家 神的教会里面呢 这个神的家呢 祂就按利有先知 有牧师 有教师 要成全圣徒 各进其志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 他必须嫁进教会 来到教会呢 神在教会里安排 有牧师教师 不断地教导 不断地装备你 所以我们来教会 要很清楚 我们来教会的目的 我再一次强调 我们是 教会是属灵的家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记得 主耶稣在教导 门徒祷告的时候 祂说 你们要这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 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父 这个是属灵的家里的人呢 我们带一起 说我们一起祷告 这是属灵的父 所以你看到 那个 这个 community 不是一个人祷告 是我们的父 罗马书八章说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 儿子的心 呼叫阿爸父 加拉太书一样 祂说 你们既然是儿子 这个神的灵 就进到你们 所以呼叫阿爸父 所以我们是 我们是他的儿子 我们是 称他为父 所以在属灵的家里面呢 我们因为是家 因为他是父 我们是儿子 然后在马太福音 二十三章八节 他说你们 不要受拉比的 称呼 因为你们 只有一位父子 你们都是弟兄 所以我们这边 就是天父 就是神 所以这个是 属灵家的概念 但是呢 我稍微要打岔一下 这里呢 很多人用这句话说 哎 你看 我们都是弟兄 所以我们没有教师 但是你如果要仔细看这段圣经 你要看上下文 他上下文讲什么 他说 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 因为你们 你们只有一位 因为只有一位 就是你们的父子 你们都是弟兄 你们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 因为你只有一位父 就是在天上的父 你们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你们只有一位师尊 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孩子 不可以叫你爸爸 你的 没有人可以叫你妈妈 也没有人可以叫你是老师 全部都不可以 And if you look at the context it says here But you are not to be called rabbi For you have one teacher And you are all brothers And call no man your father on earth For you have one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Neither be called instructors For you have one instructor And if you take this too literally It means you cannot call your father You cannot have a father or mother on earth And you shouldn't have your children Call you father 其实这段圣经不是这个意思 Actually this passage doesn't mean that 这个是段圣经的意思 是说叫你谦卑 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老师 你不可以有父亲 或者你不可以有教师 This passage is teaching people to be humble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cannot have a father You cannot have a teacher 你看11节它说 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佣人 凡自高的要降为卑 自卑的要升为高 Look at verse 11 The greatest among you shall be your servants Whoever exhorts himself will be humbled And whoever humbles himself will be exhorted 我们兄弟之间也有大哥 有二哥 有三哥 有大姐 有二姐 有三姐的 Even amongst brothers There is the elder brother There is the younger brother There is the elder sister There is the younger sister 这边不是说神没有给我们老师 没有给我们牧师 This passage doesn't say that God did not give us teachers 因为其他的经文里面看到 以赴所书四章那边 他说神所吃的 有使徒先知 有传福音的牧师教师 Eh 神有吃教父教师吗 Because in the other passage We have read Ephesians And he gave the apostles The prophets The evangelists The shepherds And teachers So God clearly gave teachers 所以他不是说 你们不可以有教师 是说你们不要骄傲 把自己当作教师 So do not be called rabbi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not have teachers It means don't be proud And start thinking that you are a teacher 那么这个雅各书这么讲 说我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他们受更大的审判 James 3.1 says Not many of you should become teachers For you know that we who teach will be judged with greater strictness 所以你看 他有教师 但是不要多人 So there are teachers Just that it should not be a lot of teachers 是的 我们都是弟兄 但是弟兄中有不同的角色 Yes we are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But even in our midst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roles 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We have different gifts 有些人有教导的恩赐 Some people are gifted to teach 有些人有一些其他的 能够管理的恩赐 Some people have gifts of administration 他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但是不是说 这段圣经不是说你不可以有教师 这段圣经说不要骄傲 So the passage we read earlier It doesn't mean you cannot have teachers It means don't be proud 我们再来思想同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And we come back to this question We are all now God's spiritual family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有一个神 在神的家里面 祂有不同的角色 And we are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household of God We have one heavenly father But within the household People play different roles 好了 你来教会 So now you are in church 请问你来教会呢 你认为你是家里的一个成员 还是你只是一个客人 And when you are in the local church Do you see yourself as a member of this household Or do you see yourself as a guest 如果你是一个客人 别人要服侍你 If you are a guest Somebody will be serving you 如果你是 我是家里的一份子 那我要服侍所有的客人 If I am a member of this household I will be serving the guests 所以如果你说 我是信主的 我是家里的成员 这样你应该去服侍其他的人 So if you call yourself a believer And you are part of the household Then you should be serving others 所以在这里呢 主耶稣曾经讲过 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 我来是要服侍人 Jesus said The son of man came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and to give his life as a ransom for many So as I observe Some people come to church And they are waiting to be served And I cannot be certain Whether you are a member of the household Or are you just a guest 但是当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很主动的 有人来他就会服侍 看到有需要他就继续做 Eh我看到这个 他是属于家里的人 他真的是成熟的进入土 And there are some who are ready to serve When they see someone coming They will serve that person When they see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Then they will quickly go and do it So I see that this is a mature Christian He is a member of the household So I ask Are you a member of God's household Or are you just a guest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 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叫做团契 或者 fellowship Another very important concept We have in the church It's called fellowship 我们叫做 koinonia And it's called koinonia 这个 koinonia 这基本上是什么意思呢 What's the meaning of koinonia 很多人说我们 基本上这个 koinonia 有很多意思 在圣经里面有 包括它有是 Partnership 或者是伙伴的意思 And koinonia has many different aspects in the Bible It includes partnership 就好像路加福音 讲到这个西门彼得 这个彼得是 这个雅各约翰的 partner 或者他们的伙伴 And it's like James and John Sons of Zebedee who were partners with Simon 但是这个字呢 基本上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个用途 其中一个常用的就是 Participation 或者是参与 或者是沟通 或者是communion 就是相交 或者是分享 And in the Bible the word koinonia carries the aspects of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communion and also sharing 所以当我们来教会 说我们要有 fellowship And so when we come to the church and we say we must have fellowship 这样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What does that mean 以前呢 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 有一个朋友 我还有一些 一个朋友从美国打电话给 Hey 我在这边没有朋友 And many years ago after I came back from USA There's a person who called me and said Oh I have no friends here 我就问他 什么叫做没有朋友 你朋友这么多 教会这么多人 And I asked him What do you mean by you have no friends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your church 基本上他用的就是 I don't have fellowship 我没有人 可以跟我交通 But what he meant was I do not have fellowship Then I said 什么叫做朋友 什么叫做好朋友 And I asked What is the meaning of friend or good friend So in this book 圣经里面用的 这个fellowship 这个团契 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the Bible mean when it uses the word fellowship 他说我没有朋友 为什么呢 他说我没有 给一个谈心的人 我没有人 可以了解我的心情 没有人可以支持我 没有兴趣相同 没有意见相同 没有一个人可以体贴我 And he says I have no friend Because I cannot find anyone to fellowship with I cannot find anyone to share my heart and my feelings with Nobody understands me And I do not have a common interest with the people 如果你有这样的人 很好 If you have a group of people like that Wonderful 但是我们来教会 做什么 But what do we come to church for 我们来教会 是要找一个好朋友 明白我的心情 提受我的感受 这样的人 这样的教会 教会外面 有很多这样的人 Do we come to church to find people who can empathize with me and who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my feelings Or what we can find people like that outside the church 我们来教会 不是要交朋友 We are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我是告诉他 好朋友是什么 怎么样叫做好朋友 And I told him what's the meaning of a good friend 如果那个人 能够帮助你 越来越像主耶稣 那个人帮助你 越来认识圣经 那个人帮助你 越来越成长 这个叫做好朋友 And if that person can help you to grow in your knowledge of scripture The person can help you to become more Christ-like That person is a good friend 所以我们要是 我们来教会也是这样 我们来教会是要帮助 弟兄姐妹 越来越认识耶稣 越来越认识圣经的教导 越来越亲近神 越来越像主耶稣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导 这个就是我们来教会的原因 And so we come to church because we want to help one another to become more Christ-like to grow in our knowledge of the Bible and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holy That's the purpose that we come together 当然你有好朋友 能够明白你的心情很好 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 Of course if you can find good friends who understand you That would be good But that's no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church 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 要帮助弟兄姐妹 越来越认识神 越来越知道神的旨意 越来越像主耶稣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We come to church because we want to help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know God more to know His word more to know His will more to become more Christ-like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所以你来教会说 我要来教会找好朋友 所以你这边有一群人 那边有一群人 这边很多小组 都是我们这个是 他对我很了解 所以我是一组人 其实弟兄姐妹 这个都是错 这个是分门结党 真正的来教会是 我要照顾所有的人 and so some people they come to church and they say oh I have this group of friends in church who this other group who knows me better this group that I'm closer to and there is a group here and a group there and all this becomes clicks and it becomes factions in the church this is not good when we come to church everyone ought to be serving everyone 我们只有一位主耶稣 we have only one lord 我们只有一位福音 we have only one gospel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 要越来越像主耶稣 the purpose of us coming together is to become more christ-like 我们来就是要帮助所有的人 越来越像主耶稣 we come to help everyone become more christ-like 如果当中有人很体会 我感谢主 但是我们来的目的就是 要帮助每一个人 越来越像主耶稣 我们不是来这边找朋友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 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教会的目的就是主耶稣 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 是属灵的家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属灵的家 所以我要基本上讲要 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信心 我们要有共同的生命 我们要有共同的信仰 我们要有共同的信仰 我们要有共同的关系 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 我们要有共同的终点 我很快地讲完它 所以我们第一 我们要有共同的信心 你怎么样进入这个属灵的家呢 你必须要信耶稣基督 你看约翰一书二章三节 他说我这生命 这个是约翰写的 他说我这生命已经显出来 我们已经看见过 现在又做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 并且显现于我们那 永远生命的传给你们 所以约翰说 我们把这个生命传给你们 我将所看见所听见的 传给你们 使你们以我相交 这个是Fallowship 所以你们不但是跟我相交 也是跟父跟儿子相交 这样我们怎么样可以有Fallowship呢 我们怎么样有相交 或者有团契呢 重点就是你必须要接受 耶稣那永远的生命 你信耶稣成为基督徒 这个就是他的 这个entry requirement 就是那个禁门的这个条件 所以你会发现 圣经里面提到 特别是我们中文圣经 它说神是信实的 祂原召你们 祂把你们召进来 以祂儿子 我们主耶稣一同得分 所以我们被招来跟耶稣有共同点 Fallowship是意思 其实修订版翻译的比较好 叫说可以共享团契 所以你要成为这个属灵的家 第一个条件你是基督徒 如果一个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所以你有新的生命 所以这边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信心 第二呢 我们有共同的生命 你也知道吗 你一信主之后 你跟主耶稣 你有神的性情 Do you know that when you become a Christian you are actually you have actually adopted God's attribute particle of the divine nature 因为这个是很奇妙的 这个很奥秘的 你信主的时候 你的生命 有信生命 一个是神的生命在里面 You become a particle of the divine nature of God and this is an amazing thing because there is this life in you that is new 所以你信了耶稣 你有新的生命 然后你有新的这个世界观 或者是你有新的信仰 and after you become a Christian and you have this new life you will also have a new belief and also call a new worldview 你看世界是从圣经的眼光去看 the way that you view the world is through the lens of scripture 就好像刚才我们引用 这个使徒行传二章那边讲 他们聚集的时候是 devoted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他们遵守 谨守这个使徒的教训 and we saw this earlier in Acts 2 42 they were continually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他们要明白 圣经的教导 they want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of the Bible 他们要明白 怎么样面对世界 they 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face the world 这个约翰一书 里面讲 叫做你们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 1st John 2 15 says do not love the world or the things in the world if anyone loves the world the love of the father is not in him 所以你看到 我们得救的人 就是以世界分别出来 我们要过属神的生活 是按照圣经的教导 来过生活 所以我们教会在一起 是这个目的 so those who are saved we are called together to understand what the scripture says we are no longer like the world and no longer live like the world and this is what the church is doing 那么我们有共同的关系 共同的这个bond and we also have a common bond 哪里有提到呢 where does it say so 刚才我们又回到这个 使徒信传二章42节 他说你们要横心 遵守使徒的教训 然后彼此交界 交界那个字是koinonia and we saw that same verse they were continually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and to fellowship which is the word koinonia 意思说我们有相交 我们有共同点 there's a common bond here between us 那么在哥林多后书 六章十四节 这边有一个比较 他说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能够同父义二 义以不义有什么相交 光明与黑暗 什么相通 那个字就是koinonia 意思说 如果你不信主 我们各个不如 如果你信主之后 我们同一个信仰 同一个感受 同一个生命 所以你和教会呢 基本上就是有共同的信仰 有共同的生命 有共同的信仰 还有我们有共同的 bond 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然后呢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 然后呢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 他们又给我们 神给我们牧师教训 目的是什么呢 要成全圣徒 成全就是要装备的意思 所以神在教会里面 按理教师 牧师 是要装备训练信徒 让他们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神已经给了 圣徒和教授 那目标是什么呢 是等到他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义 until we all attain to the unity of the faith and that's what's the goal here unity of the faith 就是说我们在信仰上 要有同一个认识 so unity of the faith means that we are having a common belief in our faith 然后呢 mature manhood就是成长认识 神得以长大成人 an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to mature manhood 然后呢 有满有基督的身量 to the measure of the stat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所以这个呢 就是给我们看到 我们教会是要在信仰上 站立的文 我们要越来越长大成人 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 so in the church we want to be growing in our maturity and we want to become mature people and more Christ-like 那么结果呢 我们不要像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跟法术 被一教之风 飘来飘去 随从各样的一端 今天呢 我们有很多一端 很多思想 新的来 然后又把教会 弄得一团招 然后又走了 又一个新的来 如果你的信仰很清楚 你说这个不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你就能够站立的文 verse 14 so that we may no longer be children tossed to and fro by the waves and carried about by every wind of doctrine you will find that today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kinds of doctrines coming and going and there's new doctrines coming and then the church is being affected but if you are certain of what you believe established in scripture you will know that this is not according to the bible or this is not according to god 或许你说 这段圣经是讲到 牧师跟教师的工作 and you might say oh but this passage referes to the work of pastors and teachers 这是圣经里面 也给我们看到 有很多讲到什么呢 他说我们要 彼此建立 他说你们要 彼此圈威 彼此建立 Tessalonica前书 五章一十一节 but there are other passages in scripture like 1st Thessalonians 5 11 that says that we are to encourage one another and build one another up 所以我们要 每一个人的目标 都是一样 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 so our common goal is to be encouraging and building one another up that everyone becomes more like Christ 而且每一个人 要说什么呢 污秽的言语 一句都不可出口 只要说随时 说造就人的好话 and Ephesians 4 29 Let no corrupting talk come out of your mouths but only such as is good for building up 所以你看会发现 building up 是每一个人的工作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造就别人 so every Christian needs to be building up one another 所以最终呢 我们要把每一个人 都完完全全的 带到主的面前 and the purpose is that we may present everyone mature in Christ 所以弟兄姐妹 我告诉大家 教会呢 是一个team sport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he church is a team sport 意思说 不是我一个人 信主就好 我们要彼此照顾 彼此看顾 彼此 我们要一起 来荣耀神 in other words it is not sufficient that I alone am a Christian we have to come together and take care of one another and encourage one another and all of us together glorify God 所以这个就是 神要我们看到的 and this is what God wants us to see 那么最后呢 我们有一个 最终的终点 and we have a common destiny 我们的终点是天上 our destiny is heaven 在腓立比书 三章二十节说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等候救主之主 耶稣从上天上降临 腓立比书320 but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and from it we await a savior the lord jesus christ 帖撒罗尼迦 前书一章十节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1st Thessalonians 1 10 to wait for his son from heaven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是预备 信徒最终要 等候主的到来 and we are preparing the saints to wait for God's second coming 让我用最后一节 做结束 and I will end with this verse 弟兄姐妹 今天很多人 只注重今生 Brands and sisters many people today they only focus on this life 哥林多前书 15章19节说 我们若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 有指望 就是比众人更可怜 1 Corinthians 15 19 says If in Christ we have hope in this life only we are of all people most to be pitied 你会发现 我们所做这一切呢 就是让我们 等候主再来 而且是神 给我们将来 在天上的福气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在天上 不是在地上 You will discover is not to make us feel good to enjoy success who is the eldest brother and we pray we pray Lord that may we take up this responsibility as members of your household to build one another up that there will be no divisions and no factions but that we will love one another we will encourage one another to become more Christlike and not just to enjoy earthly friendships but that we will have this common goal and we pray Lord that may this drive the way that we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we pray all this in Jesus name Amen